Hello,大家好,我是小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玩意儿 这个玩意儿可以测量电子炉有没有减过脉冲 那么它的制作的很简单 就是一根导线,一个电阻,一个发光二级管 这个导线我们把它绕成圈 绕成圈 然后我们把二级管和电阻把它串联之后 接在这个线的两端 我们来接一下 好,那么接好了就是这个样子 接的不好看,我们不管它 我们只要有这个效果就行了 好,我们现在把电子炉通上电 然后打开开关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灯在闪 这个很明显 那么这就是什么 这个每闪一次就代表这个电子炉在剪一次锅 我们等会可以用这个试播器 看一下这个两边的这个波形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如果放上一个锅的话 这个灯都会常亮,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看这个灯就已经常亮了 就不闪了 我拿开的话它就会闪 就是说这个CPU一直在发出这个剪锅脉冲 在检测这个锅 那么当我这个锅就说没放上去的话 它这个灯它就是不是常亮了 这是在闪了 那么当我放上这个锅的话 就是说这已经检测到锅了 就已经持续有这个脉冲输出 那么这个灯泡就会一直亮着 那么我们现在用这个试播器来看一下 这个两端的这个波形 好,我们用这个试播器来接法很简单 就接在这个线,绕着这个线的两端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试播器上面 我们首先打到这个自动模式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瞬间的波形 我们打开开关 这里瞬间有一个波形 这个波形大家可以看 它是逐渐减小的,看到没有 我把这个还调一点 大家可能看得明显一点 看到没有 它这个波形它是减一次过之后 这个波形就没有了 没有了之后再来一次 它这个波形是逐渐减小的 那么我们现在调到这个 我之前说的这个单次模式 我们来抓一个波看一下看 它现在已经抓到了 就这样一个波形 我们再把它调一下看 大家可以看 这个波形它是逐渐衰弱的 这个调小调小一点 它这个就是说减一次过之后 CPU发出一个减过新话之后 没有过的话 这个新话就衰一点的 然后过一会它又会发出一个这样的波形 当然它也不是说一直持续发下去 因为你一直不放过的话 它不可能一直在那里叫 一直在那捡过 那么这就是一个小玩意儿 可以测量这个捡过波形 也可以测量这个电子炉 有没有捡过脉冲发出 其实我们在维修中还是很方便的 大家注意的话 这个线的绕的圈说不要太多 太多的话电压太高的话 比较危险 这其实也是一个无线 这个充电无线感应的这样一个原理过来的 好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子呢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